Covid What's up guys 歡迎回來這次的狗冰 這是甚麼?這甚麼主題? 狗掌玩玩具 歡迎來到這次的狗掌玩玩具 我相信各位有看過影片的 最近影片的人 相信我一月的份 有跟六炭在暴雪地清玩打實況 打遊戲的那一段時間 其實我那時候當下有看到這支OASR 那時候其實就很想買 只是因為我知道我自己不常玩彈 加上身上的陷阱不足 然後後來就沒有買了 今年這個六月底的這個時間 想要去現場想要重新尋回 我們這個暴雪的OASR的時候 居然 暴雪地清館沒了 後來找到其實他們有在賣這個Overwatch的 這是官方的喔 這是官方的喔 官網上有賣的喔 的產品 於是呢我就訂購了 那你現在可以看到他的外觀 其實就是這個 OASR 的那個外觀 對他的盒子其實包裝的很精美 但是很遺憾的呢 我收到這個盒子呢 他其實一開始就有這個撞凹的部分 撞凹的部分 這個是我到現在都還沒開封過啦 但是一收到這個盒子 撞凹的部分 相信有些公仔是 有些收藏公仔的 玩家 你們這些有盒派的看到這種凹痕 一定超級不爽 You'll get pissed off OK 那現在看到了這個就是我們 這個就是那個 OASR 木色的OASR 這個是在官網上除了 POP公仔 POP公仔 黏土人 之外 在賣的這個玩具之一 那他其實體積呢 雖然說相對 之前的POP公仔 OASR來講 非常的小 但是呢他卻做的其實非常的精緻 他相對來講很精緻 而且他OASR原本是賣 原色版的 而且這個木色其實是非常難找的 上次在那個電競館看到的話 真的是 非常難得 可惜他關掉以後就沒有門路 只剩蝦皮的通路可以買 這是勞工開大的POP公仔 這個是OASR 那你們相信你們一定知道 OASR賣POP的賣了多大隻 而且沒有異色版 那我其實很喜歡這隻異色版 為什麼對不到膠 他媽的 OK對到膠了 但其實OASR異色版的 其實真的 老實講 不好找而且 也不好賣 真的不好賣 這個Skin叫木色 就是夕陽的顏色 那我個人是因為最近玩OASR玩比較多 加上又是用木色的Skin 所以我才決定毅然決然買這一隻 做收藏 對 那 這就是今天的狗掌 狗掌玩玩具 OASR 怎麼看都覺得好精美喔 V And that's all 黏土人 這種官方出的 比較小比較別緻的 或是POP公仔 留言告訴我你喜歡哪一種 那已經出非常多款的公仔了 留言告訴我吧 那我們下一隻 玩玩具再見 See you guys next time and I'll talk to you guys later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